现在都是人浮于世 刚才有一个好小孩给我发微博发了一个消息 他说他要赞助我一个摄像机 我呢上来就问 我说你告我型号 他就告我型号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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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行 我呢就回他 也是招人讨厌的 我就说你先告我型号 然后我说首先 这低照度差 损控性差 什么叫损控呢 损控是美军外军 那时候我在中东当记者学的一词 叫damage control 就是他一旦坏了之后怎么办 包括没坏就平常维护他 实际上最好的武器 7.62口径的连美帝都用 就是AK-47 拉登用的那部枪 我们一会儿叫冲锋枪 我们仿造的叫五六式 海湾战争的时候 我写书 在中东碰见都是AKM AKM是罗马尼亚仿造的 五六式是我们仿造的 后来过了十年 央视又派记者去中东 还出了本书 还说用的都是五六式 傻逼 你们仿造那叫五六式 人家用的是AKM 罗马尼亚制造的 在但搜前面有个小伴 这都不懂 你到中东去当记者 你不浪费那个名额吗 浪费纳稷 前面最关键的是 没给祖国拿回来 该拿回来的信息 你还是中央电视台 刚才这孩子跟我说着 我就说 什么叫损空呢 省着省事 就像AK47似的 相当长时间 莱卡相机之所以 能够吹牛逼骗人 就是它简单 就是简单 这就是一个莱卡M9 但现在比较起来 又比它简单的就多了 我现在就说 首先 这机器得简单 得实用 我用这个小机器 特简单 而且都坏了 老坏 今天中午我就拍 我拍了好几段 中途我发现 是死机了 死机呢 这种国产破机器 一死机 一弹死机 没办法 我只能就拆电池 拆完电池 结果丢资料了 说的特棒 因为我一个人 闲的没事 就老脑子死 一个美女姐姐听着我说 含情默默的看着我 我就口若悬河 说的特棒 他也看我说的吧 回来说怎么样 我说丢了 他说让你说 我给你好机器 你不用 好机器就舍不得用了 是吧 人家不许拍过去 给没收了 碰见流氓 一脚搁地上 给踩碎了 那都不行 我用的什么机器 你看这破机器 随时坏了 我能修 就是damage了 我能control它 而且这机器最早是白的 你看现在这颜色 是我用笔 一点把它画黑的 因为画黑了不显眼 黑的东西显得比白的小 你看 这个我给画黑了 这是一个啊 你看看 我这个还没画黑呢 这是 我两个了啊 这个是和坏的 写着八这个 第三个了啊 这个 是第四个吧 四个了 平常我接个一根棍 这个 五个了 我穿的那个野战服里边 还有两个 加上我正在拍我的 就七个 我平常在手里 这个机器 不少于十个 说这十个都是你买的 不是我买的 这是一工厂 这工厂啊 这技术其实不错 今天说已经不行了 大概十年前他来找我 说一年给我多少多少万 我说多少多少万那好 你给我多少机器 他说我保证你手里头永远有十个机器能用 这机器整天坏 我手里有十个 能保证有五个能够正常就不错 不是这坏了就那坏了 就像今天刚才我播的那个一个是日本和德国 还有一个哈斯布莱德和莱卡 一个声道就坏了 好在我对着他使劲说 刀逼刀逼刀逼刀 我嗓门了 你听不出来 我自己都知道 单独给我一个摄像机是没用的 你能看一个战士就扛着一支枪 一颗子弹上战场吗 不行 作为专业人员是任何一个型号的机器 手里应该至少有五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加上我那个花夹克都已经两个 现在是九个 还有一个我不记得丢哪了 我到处都有机器 我床上干嘛的 是吧 干好事 干坏事 随时我就拍了 而且每个机器加不同的附件 我这机器的附件 你看看这 这一箱子都是 这一箱子又是 这一箱子都是 但是这些附件 全是他妈没用的 什么水罩 是吧 一个壳说防水 防水了没声了 我得刀逼刀 它是防了水了 你们光看我这下带雨 我一点声没用 还看 肯定不看了 最主要是听我的声 完了还有人说 你老把人怼到人脸上去 这个破机器没有麦克风 你看中央电视台边上有一个拿话筒的 我这没有 我这机器就是话筒 我要不怼到人脸上 你屁也听不见了 因为我认为声音是主要的 因为声音所透露的信息 也多于画面的信息 画面我好掌握 我一辈子当摄影师 我就控制画面了 声音我不好控制 画面我知道我一转一转 我可能就没拍拍跑了 声音露进没露进去 是不是有一个声道死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监听 你中央电视台 他们要是或者专业的那个所谓 你看有拿摄像机的 还不止一个摄像机 摄影助理 有杆也举着声音的 有灯也打光的 有宿记不叫宿记 厂记边上有那给记的 一说厂记我刚理上哪去了 刚才那姐姐说 别生气去听音乐会 我音乐会我听不了 你要让我坐三小时 我根本坐不住 而且去那我上次去音乐堂 是撤真是为了让沙和尚见世面 结果他没听我的 他按着GPS走路 我是从来不用GPS GPS是交通管理部门 跟警察给你画的道 一看说唐老鸭问 去安定医院怎么走 警察该给我画一条线 是吧 我要去哪我不用GPS 我心里想我要去哪 这些都是一个好的战地记者 养成的习惯 比如说我到了敌战区了 我那会儿还没GPS呢 比如我到了敌战区了 到了一个某一区 我又直播又GPS 我又到那去 我还没动窝呢 人家就知道我要去哪了 作为一个战地记者 或者一个士兵 最主要的是随时保持主动 什么叫主动呢 不是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兵 战争这东西 什么时候你失去主动了 你就输了 就跟下棋似的 所以永远要抓住主动性 主动性兵行轨道 就别人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比如你要去拍摄 别人没见过这种机器 这就是好机器 因为别人都没见过这机器 反之 挺大一机器之一 三脚架 那不是去采访了 那是跟人说 我是牛逼 我是傻逼 就是那样的 谢谢这小兄弟 给我的这个机器 你就想一千把块钱 那机器根本没法使 买了就后悔 另外我需要的是低照度 低照度 低照度对我很重要 我这机器低照度不好 我也在希望有高照度的好 我北达有一校友 在深圳弄了一公司 我特意飞到深圳 去看他那产品 当时说的特热闹 领先世界 我拿起来一看 我就说没戏 即使达到你说那指标 记者不会用 太他妈复杂了 是吧 还有现在 都是那种各种投各种 都把它安在手机上 怎么这么看 是 那是拍电影 你看我从来都没有手机 我这玩意不连手机 也不连WiFi 一连WiFi 谁都知道你在哪 你要干什么 我这哪都不连 我就这么一光屁股机器 另外这机器 你老说不清楚 是 我调的让它不清楚 GoPro 4K 8K 好 那高清 我要发这个 一镜到底不剪辑 我还得转码 把它变成低清 不然浪费人流量 好多小孩 没流量 一看费流量 人不看了 我这个破机器 我给它改装了 改装一次出现两个文件 一个高清 108060P 一个低清 低清是高清的三十分之一 所以我不用转码 一镜到底不剪辑 喜欢呢 关注唐世增 十名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啊 我个人号给封了 另外去今日头条 也是唐世增 去西瓜视频 也是唐世增 去新浪微博 也是唐世增 新浪微博 目前粉丝最多398万5 关注 关注 学别人学不到的手艺 别人都是卖机器的 我告你的是 战地记者的 一生的实战经验